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够语言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定义常量 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对不对 在每种语言中都可以定义 不要被改变的量 就叫做常量 够语言自无例外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定义够语言中的常量 该怎么做 其实跟其他的语言完全一样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实战演习上来 面包没说的 import两个包 没有问题 大家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一个 strain型的常量 怎么定义 用各种语言都统一的关键字 cost 好不好 然后常量名 message 然后类型 strain 然后等于什么 一个双引号 里面写上多事之秋 2020 2020年真的就是多事之秋 真的是事太多 好 然后咱们一个主函数 然后我把这个main的message 打印出来 打印的 不管是打印 还是使用 和普通的字符串 是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 大家请看 不能够发生改变 比如说 我把这个message 变成明年会更好 它就报错 什么什么 明年未必就会更好 好 那么咱们先讲到这 咱们先简单开一个 中间运行一下 咱们边运行 边讲解 我要一口气 把代码给您讲完 不运行的话 前面的代码 您就会把它忘掉 对吧 main go 然后考上咱们的代码 考过来 因为是技术课程 所以说我这 我怎么是大写了 我这一期视频 咱们尽量三到五分钟 好 咱们从盘退出 清屏 然后试一下 go run man一挥车 没有 你看 这个就是够原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使用到这个包 所以它会报错 所以我逼他 把这个mess 屏蔽起来才可以 够 大家请看 多是直球2020 出来了吧 没问题 接下来 如果我要把这个mess 进行一个负值的话 会怎样 因为它是常量 所以会报错 为什么 不能够给一个常量 赋予新的值 对不对 OK 每种原种都是一样 所以说这地方 我要把它屏蔽起来 这没说了吧 好 同样 咱们字符串形 可以是常量 其他的 当然也可以 比如说这地方 我定一个数值 一个a一个b 然后b等于200 除以a 对吧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我作为操作符 可以的 只要不给它们负值 就没问题 马上实验 看一下 存盘退出清平 可以的 对吧 同时咱们不能够给ab负值 我现在给您负一个 比如说a等于99 好不好 存盘退出报错 对吧 一定的嘛 存盘退出下报错 所以说常量 是不能够赋予新值的 然后 然后咱们再打印几个 内置的 构原包中 内置的常量 比如说 我给您打印这个π 这π是多少 3.141592653 对吧 然后后面有几个数学处理函数 这个π除以6得多少 1π是180度 除以6是30度 30度的弧度 这地方是π 所以说它不是角度 是弧度 然后除以3得60度 对吧 然后除以4得45度 咱们分别看一下sin cos和tan的值 各是多少 这个很简单 0.5 0.5跟1对吧 好 试一下 为什么我打这三个三角函数 是因为在深度学习中经常用到它们 因为我同时还要开深度学习的课 什么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咱们没有开这个Math包 好 再试一下 没问题 出来了吧 完全的正常 这就是大概这个购源给咱们提供的长量的使用方式 非常简单 所以说今天做一个知识点 给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呢 其实这个Math这个包里面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的长量 借此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说自然数 π等等 这些呢 都有这个长量的定义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这就是长量的定义的方法 其实呢 难度并不是很大 只不过说呢 我给您介绍一下 购源中的语法呢 该如何书写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定义长量的最基本的方法 希望您呢 能够理解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那这期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同时呢 呃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